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确是震撼全球 那么是不是大家都说 选举结果已经底定了呢 再回顾一下当时案件发生的画面 美国特工要送他离开 他说不要 看看这段画面 这个画面绝对是历史画面 经典中的经典 再怎么看一次 我们这两天连续一直看很多次 还是觉得这个川普 真的是非常懂得群众的心 那很多人讨论 他是为了形象 穿鞋 穿上才能走啊 不可以这样操簧的逃走啊 甚至头发 这个川普的御用髮型师伍德特别形容 川普会决定理髮师 该怎么剪他头上的每一根头发 看起来很多人把他囊对比 叫做玉米须一样的比较 这个图对照得很厉害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能够盖住秃头吗 形象啊 对于川普来说很重要 他摆出了胜利者的姿态了 对于川普来说选情 大概已经有一定的很大的信心 所以最新的时代杂志的封面对比起来 来看看川普背后有美国国旗飘扬 正臂几乎 但拜登却走出了红色背景 旁边写着字叫做恐慌 这两个对比之下 答案出炉了嘛 那所以川普在预期之后所展现的 所谓战斗的这样的形象 呼吁支持者要大家团结 所以又再度的发文了 感谢各界的支持 让我们展现身为美国人的真实品格 保持坚强与决心 不会让邪恶获胜 第一次受访的时候 也不再骂拜登 过去几乎互相的攻击 言论都是非常的人身攻击的 史上最难以教小孩的模式 来看得对待的总统候选人 但他说重担当下 想象支持者抱平安 安抚支持者 所以枪击案彻底改写 将在全代会发表的演说 改掉了啦 本来全篇都在骂 记得吗 他枪击案当时背后的标语都是 You are fire 拜登 那现在是侧重团结 而非批评对手拜登 川普躲过了死结 子弹划过耳朵 外媒分析说 他演讲了一个习惯 保下他的命 也就是说 常常侧身 或者是把头侧向一边 甚至会转来转去 转动的说话 跟过去很多的演说者不一样的习惯 才让他捡回了一命 但川普的维安到底有没有漏洞 在美国的社会里一直在检讨 而且骂得很凶 看一段画面就知道 枪手趴在屋顶的时候 当时最后的声音曝光 屋顶 补仓屋顶 看到他的画面 趴在那里 有民众就发现 他开枪之后大概只有6秒 开完枪就被击毙了 那个画面 连民众摇荒荒荒的手机都能够拍到 但维安人员却没有发现他在这样的相关的范围 一个制高点吗 为什么 是出师吗 川普的维安团队没有理会说 目击者告知屋顶有人 现在要查了 查特勤局FBI 这个绝佳狙击击点 FBI前干员都说了 可以说是最完美的狙击地点 那里是接近舞台 视野最清晰 他很震惊 他用震惊形容 竟然没有人派人在此走位 特勤人员事前的场刊都会假设自己是狙击手 找出可能的位置 那这次为什么漏了 难道是有人故意要做的吗 当然阴谋论也一直在网路上传播当中 而川普这次的维安人员 等于是震撼教育 出现在镜头上有川普的英雄形象 但是也有这位女维安很惨 他直接躲在川普后面的画面 大家看了真的是笑了 川普他居然躲在他的后面 不是去保护他的 应该保护的对象 然后另外在画面是紧张到连枪 都没有办法收回去枪套的画面 很猖狂的样子也出现在镜头前 以至于这个慌慌张张的模样 维安被检讨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之一 甚至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都拿来笑了 他嘲笑美国特勤局长 他怎么形容的 扎哈罗阿说 我看了美国特勤局的紧急情况介绍回 他们的姿态就是罚自由球的时候会保出的 摆出的人强 那也取笑说 这样的这个维安的规格跟人员的反应 人民美国民众都骂翻了 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检讨 但选局到现在 光是川普这个形象 已经衍生成了 互相也不对嘛 互相一个温和 互相表达善意的状态 选完选举了吗 亮哥 当然不是这样 这个就好像 我们第一次贬送连选举碰到921 921之后一个月大家都不骂 之后还是开怕 怎么不骂 怎么可能不骂 不骂怎么选 尤其是民主党 民主党现在比较尴尬 因为川普他是变成受害 那你特勤人员 好歹也是白宫派去的 所以你不只有这个 这个法律上的责任 而且做人的道理 你也不能去骂川普 人家会说你没有人性 没有同情心等等 所以我觉得民主党现在 就是突然之间 把所有的文宣都下架 可是问题是 你留在外面一大堆影片 共和党跟川普 他都到处在传 比如说我觉得现在要看媒体 而不是拜登阵营 因为重点是 亲民主党的媒体 一路都在骂川普 而且有的是骂得非常的过分 当然还有司法界 就是川普被你这样连续整肃 没死 枪击也没死 你看这个人的任性 你一开始被搜海湖山庄 接下来被判重罚 罚金 然后后来又被判重罪 这个坦白讲一般候选人大概 已经倒了 我讲白了 谁受得了这样 郑文燦只有收押而已 什么都经过了 就述倒胡僧善了 是啊 什么都经过了 大家越来越团结 对不对 而且民调还没输 现在已经领先了 所以我基本上是觉得 如果拜登没有换 那民主党就会处于一个 极大的劣势 这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 你基本上已经没招了 就你一路都民调都输 然后你把川普骂成这样 那媒体帮你助阵 那川普不只没被骂倒 甚至连那个脸书都来拜托说 你可以回来了 他根本连理都不理他 你想一想不用脸书 那也没有在推特 就只用他的这个 这个true social 然后主流媒体通通都是民主党 他这样民调还赢你 你就知道你有多烂 你知道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民主党无论如何 如果不换人真的 我认为已经几乎结束了 而且可能还会波及 关键的几个民主党的州 甚至会波及参议员 比如说宾州 比如说Michigan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参议员两党只差一席 所以如果因为川普这个效应 然后让你丢掉两席参议员 那川普等于全胜 其实现在这个几率也有 事实上已经有人在谈这个问题了 事实上已经很少人在谈 川普会不会赢 是在谈川普会不会全胜 因为众议院本来就是共和党的 那现在就是参议院 那参议院都是一席 所以他很容易被总统连带影响 我们也不要多了 两个percent就好了 事实上我昨天就看一个民调 就是七个那个摇摆州 他的领先差距都在拉到 我还看到一个民调 这个民主党看了大概会昏倒 就是New Jersey New Jersey民主党40年没有输过 结果现在出现一个民调 川普赢两个percent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一种氛围 那我觉得川普主要是 他当场表现出来的 从容不迫 临危不乱 而且不愿意落荒而逃 要体面离开 所以要穿鞋子 然后也要跟群众做交代 所以他要喊Fight 群众也被留下来 那个USA 不然照理讲座 他落荒而逃 群众一定了受散 你看那个场面对比 而且这个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齐齐的反应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 基本的本能 那他这方面 这方面领先拜登太多了 说实在 政治动物 对 就是 因为总统坦白讲 有选他的人格的部分 那现在我就看到 有一些支持川普的 就对照两个照片 一个是川普这样 一个是拜登上飞机跌倒 这个很毒的文宣 事实上他光是这张 我看会得普利子奖的照片 就可以一路打到底 是 所以民主党一定要有一个 很大的转折 不然你那个文宣真的不知道 怎么重新造起来 尤其是人的部分 因为政绩 政绩每个人有不同立场 可是人的部分 人设这个拜登实在输太多了 输太多了 人设在拜登方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蒙里中教授最常讲的这个口头禅 叫做天佑台湾 那对美国来讲这一次 你看拜登直接在发文的时候就讲 天佑美国 所以他这个命大之外 他把他连接到美国 那如果他真的被命中 然后上命的话 其实美国可能更大的冲突就会开始 确实是会有 有可能会有更大的冲突 所以真的是需要天佑美国 但现在其实更麻烦的事情 对于民主党来说是极大的麻烦 本来就已经整个氛围上面 在民调上 刚刚亮哥也讲到了 其实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川普在大量的媒体主流 主流媒体可能都比较偏向 现任执政者的情况之下 他的民调没有输 甚至是基本上是为辅领先 稳定为辅领先 现在发生这件事情 我刚还特别开玩笑讲说 我上飞机 在飞机上的时候 大选结果已经结束了 原因是因为整个的气氛 现在对于民主党是非常尴尬 而共和党 尤其是川普阵营 真的是满手的好牌 刚刚检修姐你刚刚讲到说 川普现在感觉起来 不会再骂拜登了 他不需要骂了 他现在只需要展现 他的雍容大度 他的人格特质 不管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川普 他在第一时间 那几秒钟的反应 坦白说 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 政治表演或者政治动物 所以在那个当下 他可以展现出那种气 事实上就像我相信现场 所有看过的人朋友都会觉得说 这个人真的很会表演 很少人能办到 真的 几秒钟之内 而且他是真的是耳朵被打到的 他是有受伤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做出这样的演出 所以我必须说 整个的气氛来说 对于共和党现在是往上升 所以他现在要表现的就是 你要说白脸也好 他展现了他的大度 展现的是现在要团结美国 民主党只能被压着打 坦白说 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跟几个在华府的朋友 在通讯息 民主党这边确实是 非常的焦虑的 民主党的朋友很焦虑 焦虑的原因是因为之前 在昨天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民主党内有很高的呼声 刚刚亮哥有特别讲到 要不要换掉拜登 因为辩论会的表现就已经 辩论会的表现就已经 还不是最糟 原来还不是谷底 对 原来还有更 外面的大环境 会让拜登更难做 所以民主党内 本来就有一种呼声 而且大家也看到了 包括乔治库隆尼这种 好莱坞的明星都跳出来说 是不是该要站到旁边 给其他人机会 可是有趣的事情 是在这次的事件发生之后 民主党内 本来可能要换人的呼声 短期之内 首先政治性太高 所以短期之内 可能要稍微的停歇一点点 再来是 如果在这种大环境会输 民主党的其他的政治人物 本来说如果换上我 贺锦丽或者是纽森 换上我有机会会赢 可是现在大环境 一下子批变 一下子变成了共和党 机会非常大的时候 有可能民主党内反而会说 那就让拜登选完吧 也出现了这种声音 所以其实我们说 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 会不会说 这一次的枪击事件 尤其是那张关键的 可能得普利兹奖的照片 出现之后 这场总统的选举 接下来这几个月 会不会变成一个 好像垃圾时间 确实是值得观察 当然了也还是有变数 我们要稍微让民主党 还保有一点希望 变数在于说 接下来这几个月 毕竟美国现在是 非常两极的社会 也就是说 民主跟共和两党 大概都会在 朝自己的方向来集结 所以在民主党 陷入谷底的时候 会不会民主党的选民 含泪投票 也出来催化了一些选票 让民主党的选民 更加的集结 那当然就要看 拜登最近这几个礼拜 可能就真的是 一两个礼拜之内 马上要打出一些讯号 打出一些政策 让人民有感觉 拜登还是比较靠谱 但我必须说 真的是比较难一点 兵哥 我们看到维安 现在蛮倒霉的 马上开始检讨他们了 尤其是这个女维安的画面 在镜头语言上 刚好成强烈对比 其实我必须讲 就是 这跟我们在好莱坞电影头 看到的特勤的表现 完全不一样 因为好莱坞电影头 特勤都是非常神勇 然后就立刻发现 然后直接抓到对方 结果这个完全不是 就是一个 在我们一般这种 有普通常识的人 就是电影看了 比较多的人都会觉得 那附近就是一个 至高点在那个地方 你好歹也派两个人 上去看一下 结果完全没有 就空在那 连在现场的观众 都看到这个枪手爬上去 对 然后都没有人注意到它 真的也很夸张 所以这到底怎么会出现 变这样一个疏漏 实在是让人家觉得 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勤局势 要去好好检讨 然后我也觉得很奇怪的就是 正常特勤 尤其是前总统 因为川普的身份是前总统 他们应该是有一个 能够立刻打开来 挡住他那个防弹的皮箱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动 只是都是用身体去打 然后只看他 因为川普个子最高 然后举的时候举很高 还好没有第二个枪手 其实他那个是完全错误的方式 如果第二个第三个枪手 川普就非常危险 但是不管怎么样 川普其实整个所有的表现 我觉得看了昨天那一幕的人 应该不会有谁怀疑 他就是美国的天选之人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因为大难不死 而且表现得如此镇定 完全符合美国人喜欢的英雄形态 我觉得昨天就算是一场秀 他已经坐得十足十了 已经很难坐好 我讲的比较那个一点 现在就算拜登也遭遇同样的状况 也扭不回来了 我讲实在话是真的 因为你说拜登有办法 表现得像川普一样 我不认为 大概绝对不可能 很久才会发现中枪了 搞不好 我不知道自己中枪了 那就更可怕 那就过度镇定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 对民主党来讲 他现在其实 就好像我女中教授说的 我觉得换不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但他们现在就是要考虑 有没有像亮哥讲的一样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选举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 上一次国民党 临时换柱的结果是 立委跟总统一起大败特败 然后整个完全丧失 丧失所有的主导权 民主党现在要担心的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因为总统这一局 说真的除非出现 惊天动地的变化 不然的话 不太可能再扭转回来 但是我也必须讲 如果你们想要听八卦的话 光明会卡牌上面预测 川普是两次遭受刺杀 那这一次一次 会不会还有第二次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美国现在一定要 赶快加强川普跟拜登的人生保护 对 因为万一再处一次状况 美国真的会大暴动大乱 因为我如果看电影情节 理论上维安的标准动作 应该他头要伸出 我会巴打头 要保护他的安全 怎么可以让他这样 但他成为了英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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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